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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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OS LEGO WORLD 歡迎回到E-DOS LEGO WORLD 今天的主題就是這台 Jack Haiman 黑色的鄉行車 這台Jack Haiman 不管是在它的原型玩具 還是我自己的樂高版 都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 最主要原因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 它的外型整體 幾乎是方方正正的 也就是80年代常看那種 主流的車子的外型 方方正正的 也是我個人對於車子的喜好 我個人對於車子的喜好 尤其是這一台樂高版的 我自己改制的 它不只在外型 變形功能方面 都表現滿不錯的 更重要的是 它的整體比例 幾乎跟當年原版玩具 是1比1 也就是說 當我把這台拿在手上的時候 就彷彿回到了我當年原版玩具 在手上的感覺 好 那話不多說 就準備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好的 現在呢 就進入今天 Jackhammer的變形操作 這一台變形操作算是滿豐富的 希望大家能夠 耐心的把它看下去 首先第一步呢 當然就是要把它的主體 它的相信車後半部 這個部分 把它伸起來 它會變成一個戰鬥平台 接下來後面大家有看到這個 凸出來的這一個 這個把它往後拉 就變成戰鬥平台的一座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戰鬥平台呢 是可以轉彎的 是可以轉的 雖然有一點限制 但是轉的幅度 這整體是滿大的 好 那 這裡 各位可以看到 戰鬥平台前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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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 機槍 可以把它伸出來 好 從這邊看會看得出來 可是剛才的狀態不太一樣 那另外呢 在戰鬥平台的 駕駛座這邊 可以伸出 可以操控的 可以操控的 一具 可以操控的槍管 這個部分呢 在原版玩具裡面 很遺憾的 它是用一個 另外 獨立的 零件 裝上去的 而不是一體成型的 但是在卡通裡面 它其實這個部分是一體成型的 那我也用 在這裡我樂告版本 把這個功能做出來 一體成型 直接變成 好那接下來呢 它最前面的 前面的它的 形蓋前面的 車燈 的部分 好 這個是可以 降下來的 那裡面呢 有 兩根槍管 把它伸出 動伸出來 好像這個樣子 這個槍管是有機關的 讓操作人們看 接下來 它的隱形蓋 就可以升起的 好 引擎蓋升起 整個就 擋住前面的擋風玻璃 變成一個裝甲 最後呢 就把這一台的 人偶 拿出來 這台人偶 就特別說明一下 這台人偶 是特別去 網路上湊的啦 不是正好 不是特別照 剛好湊到 欸 這個面具 也很符合原版的 面具的造型 那 身體 的顏色 是紫色 手臂露出來 這樣 蠻符合原版的 整體 玩具的造型 這樣子 那這個的 裡面的人偶呢 也是一個 跟原版一樣 是一個獨眼樓 原版的角色 這個就是個獨眼樓 所以這個人偶 是特別去品種出來的 那我們把它放到 剛才的 戰鬥平台上 好 那 這台人的變形 操作 到此 完成 另外呢 這台人的功能 各位看到 剛才我伸出來這兩具 小槍管 可以動 它是跟車輪是連動的 各位看到 在鏡頭上 我車輪一動的時候呢 會讓這兩小槍管也跟著動作 在原版玩具有這個功能 那我有把它做出來 只不過 跟原版玩具不太一樣 是原版玩具 是兩根槍管 是並還在 放在 左側同一角的 那我這邊是把兩根槍管 分開來 左右各一隻 可是呢 這樣子操作的時候 會比較明顯看到 它兩隻 不同的起伏前進 不過這一台很有趣的是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放慢動作的話 往後的時候 這個起伏動作比較明顯 可是往前的時候 有時候就不太明顯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調整過好幾次 這樣面對鏡頭 這部分 其實我調整過好幾次 可是最後的結果呢 不管是齒輪放在左邊 或是齒輪放在右邊 或是齒輪放在右邊 得到只有這樣都一樣 所以可能關鍵不在於 齒輪的位置 也許是 零件上 沒有調整到很好 那如果 很好可以感覺出來 總共有知道 秘訣的也可以 跟我分享一下 那未來我可以把它 再修正改裝 這是它的整個變形狀態 以及它的機關的操作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 變回去吧 變回原形 首先呢 就把電話拿下來 裝回原來的駕駛座裡面 裝回原來的駕駛座裡面 那接下來要把這個 可以跟輪胎連動的 小槍管 壓進去 再把前面的 緊蓋前面的 包含車燈的 這個板 壓回來 那之後呢 就把我們 駕駛艙的 這一個 這一個 操作的 這個 槍板 起放回去 再把前面的 這兩個槍板 推進去 那把原本的 戰鬥平台的 座椅把它收進去 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 就把整個 戰鬥平台 放回去 就變成這樣 車廂 好的 整台 Jackhammer 變回原型的 操作也完成了 在這一個 既然 在這一個 中間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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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